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尖美 當年明成祖朱棣散為登基時要求方孝瑜寫職位召書 怎知對方鎮了他四個大字,煙賊散為 朱棣老修成怒,問方孝瑜,難道你不怕我豬你狗族嗎? 想不到老方異症慈嚴,別說豬九族,豬十族我都不怕 結果作為第十族,方孝瑜的援身固有一律遭殃 想不到六百年後的今日,豬十族的盛況居然重演 而飾演暴君的角色,還是平時換口人權法治 仁義道德的西方世界,也不是不諷刺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觸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瘋狂制裁 所謂制裁,發展到現在已經淪為黑色幽默的荒誕劇 英國伍爾弗漢普頓大劇院,最近取消莫斯科國家巴雷舞團演出 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作品天鵝湖 英國維克爾皇家劇院取消原定十月舉行 俄羅斯國家巴雷舞團的天鵝湖演出 日本資賀院立藝術劇場也宣布 將取消今年春天古典音樂節上演奏一八一二序曲 連古人都躺槍,沒人處境可想而知 歐洲歌唱大賽不讓俄羅斯選手參賽 國際足球賽事禁止俄國球隊參賽 歐洲有大學驅逐俄羅斯學生 部分俄身被禁止上課並受到騷擾 美國眾議員斯瓦韋爾甚至公開呼籲 將在美留學的俄羅斯籍學生全部講回家鄉 這還未算最瘋狂 現在在俄羅斯做貓、做狗都是一種罪 由法國愛貓人士發起的 貓科動物國際聯合會最近宣布 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導致大量無辜平民死亡 幾十萬人流離失所 決定停止進口在俄羅斯境內置養的貓 並禁止俄貓參加該會主辦的寵物展滑比賽 那就奇了 烏克蘭平民無辜 難道俄國貓就滿手鮮血? 現在好多人在猜 計猜人活人貓貓狗狗 以至樹木後 對了 大家沒聽錯 俄羅斯樹木已被禁止參與歐洲年度樹木評選 下一個制裁對象會是甚麼? 俄羅斯方塊還是化學元素周期表? 占美我就覺得後者機會大些 事關化學元素除了由俄國科學家 蒙哲列夫發現及歸納 背後亦有西方最大眼中釘中國元素 今次的故事又是扯到明朝老珠一家 話說清末科學家隨受翻譯元素周期表示 遇到一個難題哪有那麼多金字邊的字呢? 剛巧手頭上有一部名士 隨手一番問題應因而解 事關王爺裏面有朱孝李、朱孝太等等 大批金字邊的辟字的名字 於是就順手拿來做譯名 這件事說回來也多得朱元璋他老人家 他當年定族普時 除了規定後背中間用什麼字 還規定第三個字要從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部首 後來家族繁衍眾多 什麼鎮、軍、常用字一早用完 就唯有效法蒼蠍造字 講回西方人對北極窮搞諸十族 這種不對準政權 諸門欺負沒有反抗能力弱小平民的所謂制裁 香港人應該覺得熟口熟臉 當日黑暴班人又倒爐又燒隧道又扔汽油彈 結果就好像美軍無人機軍炸一樣 對抗不了暴政只是傷害平民 那些西方人這麼有正義感 是否應該響應澤連司機呼籲 坐延起核去烏克蘭參加致遠軍 跟手進入烏克蘭籍呢 當然啦 相比起官方制裁 平民百聲始終都是小打小鬧 一眾將保護私有財產奉為歸裂 大唱風可進與可進 國王不可進 高調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一早就施下假面具 俄羅斯富豪的存款資產 豪宅以及私人飛機遊艇等等 紛紛成為西方年脈 最離譜的是加密貨幣被捧到上天 甚麼不記名去中心化 安全可靠自由流動 You name it 誰知現在美國制裁俄國人 竟然直接通知加密貨幣交易平台 封鎖二萬多個俄羅斯用戶的錢包 難怪有人說 強盜就是強盜 過去西方靠搶殖民地資源壯大自己 現在雖然披起文明外意 但始終改變不到強盜基因 事實勝於紅便 不理是俄羅斯好還是中國都好 無論如何向西方示好 對方都不會當你是自己人 三母大叔徹底收拾俄國老后 下一個就輪到中國 那些主張中國應該盡快和俄國切割 以免受到牽連的人 難道沒有聽過紀念納粹屠殺的著名思作 起初他們裏面 最後當他們來找我時 再也會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的名句嗎 好了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是覺得like搞錯還是吃花粉 投票告訴我們 這裡